从起月一日开始,三大运营商已经全面取消手机流量漫游的费用,取消流量漫游费,现在的落地情况如何? 老些人将对受益,面对垃圾短信,目前都有哪些处理机制? 在昨天24月的新闻发布会上,工业和信息化不回应了,新闻发布会现场,图国新办网站,移动流量资费降低30%今年一定的落地,对于三大运营商,取消手机流量漫游费的实施情况。 公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门库指出,根据企业初步测算,预计将有7.8亿户,受到这项政策的优惠。 门库表示,接下来,工业和信息化不降,继续落实各项提速降费的要求,要继续做好取消流量漫游费的实施工作, 督促要求三家基础运营企业,认真对待实施过程中用户提出的问题及投诉,积极妥善其余解决,文库指出,还要继续打造良好的竞争环境,鼓励运营企业不断挖钱增效,为降费打下基础。 年初企业提出的各种降费举措,除移动流量资费,降低30%,今年一定能落地。 此外,还有家庭宽带,企业帧线使用费降低等等,也要全部都完成。 资料图示觉中国保证广大用户尽可能不受垃圾短信搓扰,有用户反应,你的人动力举到,被听用了手机短信功能,且没有任何的申诉渠道。 请问,目前我们判别垃圾短信和处理的机制是怎么样的?是否能建立一个神速机制,以应对恶意投诉? 对此,公、新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文库表示,垃圾短信,一直是困扰着我们的顽疾,他的成员比较复杂,需要多方参与。 这不仅仅是工业和信息化部和三家电信运营企业的事情,涉及到各行各业。 文库指出,近些年来,工庆部在完善政策制度,加强行政监管,强化技术手段,畅同举报局等,加大成处力度多方面,多挫并去,持续推荐垃圾短信治理工作。 最重要的是首先要保证广大用户群众尽可能的不受垃圾短信的骚扰,也将对于一些误报给予及时的解决。 50兆宽带普及率超80%以上,以过半根据工信不公布的2018年上半年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。 我公告诉固网宽带正在快速普及,50兆乃至是100兆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。 截至6月底,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的固定库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达3.78亿,上半年竞增2974万。 其中,FTTHO光纤接入宽带用户,达到3.28亿户,占比为86.8%。 目前,50兆比特每秒级以上,100兆比特每秒级以上接入速率的固网宽带用户总数,分别突破3亿,2亿,占总用户数的80点,53.3%,其中前者是首次突破8成,后者已经是第二个月超过5成,央视网官方账号F网络新闻联播。